可以一直这样的 其实今天这个球非常的漂亮 我们注意到 其实你已经连续不断的 在这个区域用这样的脚法来进球 是不是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武器库 没有没有 这运气好一点 没有没有武器库 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你连续进了三个这样的球 其实有一个是被裁判吹掉了 但是对方在防守你的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困难 就在训练中不断进步 不断总结 因为踢球这东西 就不断总结 没有觉得自己还缺的东西太多 这场胜利我想可能全队非常的需要 对吧 对很长时间没有赢球了 在主场能赢得比赛 非常非常开心 而且觉得也大家非常用心的去对待这场比赛 上半赛季我们赢的规则就是赢了一包三连胜 那么下半赛季是希望重复这样的连胜 球员还比较肯定是比较希望更多的胜利 我不是说希望三连胜 我希望更多的连胜 对不对 希望运气像上半赛季这样也好 其实去年我们在主场出了规则一个0比3 当时你也情绪有点激动对对方的这个教练 叫助教有一点冲突 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出场赢下来是不是有点复仇的 没有什么复仇 有没什么复仇不仇 就是谁好一点就是谁会赢球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复仇之说 那时候以前是年纪轻 而且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吧 也得到了队里也得到处罚 年纪也大了 这方面还是控制一下 今天替换你上场的周俊诚跟你特点都有点像什么的 听说你在全职的队里面经常给他们帮助 对这几个小朋友是什么 他们几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特点 能力也都挺强的 但是我说了刚刚前面说了 足球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不断的进步才会越来越好 你今天也给罗梅罗奉献了一个季工嘛 他也很长时间没有进球 然后怎么点击他的表现 罗梅罗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嘛 也非常有灵气 他也非常有特点 进球至少会来吧我觉得 不是我的助攻 有可能其他人他会 就运气差一点嘛有可能 好 谢谢